总统的回应 其实昨天在第一时间 马总统在国民党党团大会当中 就发表了声明 马总统肯定学生们决定要退出一场 让国会恢复正常运作 也希望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可以在这个会期就尽速立法 而新任院长张一华也说 一切的政策推动都有民意的基础 一路走来很辛苦 但是并不寂寞 我们希望监督条例跟福茂协议 都能够在短时间内 尽快的来审查 国民党立委党团晚间六点 在中央党部召开党团大会 总统马英九 行政院长江一华 陆委会主委王玉琦都出席参加 对于学生肯退场 马总统表示肯定 也再度提出看法 美方人士的看法充分显示 我们目前两岸政策的方向 路线都是正确的 多数民众认为现在 两岸交流的速度是刚刚好 马总统也提出五点声明 第一他表示已经和学生对话 福茂会逐条审查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 也含送立院审议 针对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 在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之前 不会召集福茂的朝野协商 马总统说 王院长的声明并未反对 福茂协议逐条审查 另外他呼吁在野党 不要推翻这个朝野协商的共同决议 不应该再非个刻意阻扰委员会 继续审查福茂协议 他也肯定学生们退出议场 让国会恢复正常运作 也呼吁大家一起为台湾未来 共同努力 除了马总统 刑政院长江仪化也表示 政府推动政策都有民调基础 保持沉默的民众 并不代表都不支持 我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 所得到的这一种 鼓励跟声音 虽然微小 但是真实 它们存在 而且很多 所以我始终并不觉得 寂寞 马总统和江仪化语重心长 尽管反对声浪此起彼落 但对于该推动的政策 不会退步 而对于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声明 马总统表示以正面态度看淡 现在只希望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可以在这个会期 尽早完成立法 记者张议员林逸祥 台北报道 对于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声明 好